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两个小小的子题 第一题说呢 下列何种原子在化学反应时 最不容易失去电子而形成氧离子 OK 其实我们只要先看说 哪些是容易失去电子而形成氧离子的就好了嘛 我们可以用什么 删去法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东西容易失去电子而形成氧离子呢 也就是所谓的金属嘛 那如果呢你反应很快的话 那那跟铝呢其实都已经被你删掉了 不过啊其实我们还是呢要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呢 如果我们把那的电子的排列写出来的话 我们会知道因为那的原子序是多少 是11嘛 所以它就是2 8 1 对不对 它在第三层的时候只有一个价电子 所以呢这个电子很容易跑掉 容易失去电子 而铝呢我们知道它原子序是13 这个呢1到18的顺序呢 你最好都要记起来 然后再来呢 所以我们会写是什么 2 8 3 也就是呢它在这个第三层的架轨 这个所谓架壳层的时候呢 里面有三个价电子 三个价电子也是比较容易失去 相对于你要获得五个电子来讲 要失去三个电子是比较容易的 那氢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氢怎么样 要形成氢离子 要失去一个电子也不困难嘛 因为呢 它就是怎样 它的架电子就是一个电子而已啊 可是符呢 符是多少 符是9耶 符是9的时候呢 符它的这个电子的排列是2 7 你要知道7个电子有电子跑掉呢 其实是不容易的 OK 反而呢是怎么样 有一个电子加进来 如果有一个电子呢 加进来 有一个电子如果加进来的话 这反而呢 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符呢 其实容易形成的是什么 是负一架的这个因离子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要选谁 当然就是选珠咯 OK 那第二题呢 它说这个原子序呢 是2 6 12 16的元素 ABCD呢 当中 这个合者呢 最容易与其他元素 反映成正二架的阳离子 什么意思呢 要反应成正二架的阳离子 就代表的意思是说 你要喜欢失去两个电子嘛 你要喜欢失去两个电子 那我们就想一下 2 6 12 16 分别是谁啦 现在大家都要很快的能够想到 2是谁 2是亥 6呢 是碳 12呢 是谁 OK 呃 纳美 是美 OK 纳是11嘛 美是12 然后16号同学是谁呢 纳美铝系零流 OK 16是流 OK 好 所以呢 这些东西写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电子的这个排列方式写出来嘛 关于亥呢 就很简单 是什么 就是2而已 后面没东西了 碳呢 是排满了2之后 第二层会排几个电子 会剩下4个电子 那美的话先排满了两个再排满了八个 排到第三层还剩下两个 流的话是两个八个最后是六个 那显然 你要是什么 你要是2A族的这种 我们知道后面剩2的时候就代表 美就是2A族的 其实你有背的话 这个 皮美盖斯贝雷 对不对 皮美 OK 美呢 它是2A族的 也就代表说 它的价电子有两个 那我们说过呢 价电子跟价数呢 是有直接关系的 OK 如果你的价电子是两个 你就很容易会形成正二价的 这个价粒子 因为呢 两个电子很喜欢呢 失去 就是容易是失去的 那如果是流的话呢 则容易怎么样 会容易得到 OK 容易得到两个电子 所以流呢 会比较容易会形成是 负二价的状况 OK 那我们现在呢 要选的就是什么 容易生成的答案就是 这个C OK 就是十二的这个 所以呢 答案呢 要选C